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主健康管理期 只要快晒阴性就可以解除 以26号选举投票日来算 往前推5天 21号以后才通报确诊的民众不可以出门投票 过去都是所谓的7加7嘛 那现在突然间转回5加N 那很多人可能如果他没有常在看电视的报纸的人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政策已经改了 一般至少要一个礼拜民众才会了解 同一天上路的防疫新规 特殊场所疫苗三剂令取消 像是学校老师就算没有打满三剂 14号期也不用在每周戳鼻子快筛 快筛剂也将扩大发放 除了中低收入户可以免费领取 国小学生每人也有5剂免费家用快筛 最快21号开始发放 一两位同仁他是个人的身体免疫力比较不好 所以他不敢轻易尝试 然后还有学生部分 有些有打有些没打 在55破 因为解缘的大概大家就比较轻松 后疫情时代来临 各项防疫规定再放宽 恢复疫情前正常生活 指日可待 欢迎新闻 逢日 上台报道